为了年 福年 这是不义 对这种不忠不义的人 总司令能放心吗 第一年的全县财政收入 全归总司令 打下长沙 我就给总司令重建祖宅 我会专门派人到云南 去收购金丝楠木 保证让总司令 对祖宗的这份孝心 落到实处 田司令 我是看好你的 不过呢 钻山豹和龙胡子这两个人的工作 也得好好地做一做呀 田司令 你放心好了 本司令啊 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谢谢总司令 好好好 是谁干的 爹 爹的包 不肯说实话是吧 不要紧 看到这个桌子了吗 看到这些球了吗 你相不相信 你不说实话 我让你把他们全都给吃下去 说 说 给它吃 吃 吃 你不说啊 说不说 不说呀 想说了吧 说 说 包爷 给他拿料 说 谁派你来的 三八子 龙虎子的手下三八子 是 包爷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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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岸下去 饶命 饶命 包爷 包爷 饶命啊 包爷 包爷 料事如神哪 包爷 怎么处理啊 包爷 杀了有点可惜吧 怎么 他还有用啊 把他交给榜爷 交给田大榜 不要紧张 我信得过你 让田大榜知道 龙虎子在他背后放冷枪 他肯定会报复 让他们互掐起来 越掐越紧 对包爷就越有力啊 我说 独眼龙啊 你他奶奶的 是越来越聪明了 那还不是跟着包爷 好 等老子做了县长 你就是保安司令 谢包爷 包爷是卑职的再称父母 来 大家吃啊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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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苗 好点了吗 好多了 来 来 大家吃 喝水 谢谢啊 应该是我谢你 是你救了我 上次你不也救了我吗 咱俩算扯平 互不相欠 你们俩干嘛呀 还算账啊 有些账 他根本就算不清 什么意思啊 再喝一点吧 来 给我 小妹妹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华儿 几岁了 七岁 我爸爸叫盐鬼 是打猎的 墙上这些都是他打的 那我们走了 走了 我们先走了 再见 先走了 谢谢啊 对了 给 这锅不合适吧 谢了啊 谢谢 不谢不谢 谢谢啊 再见 何山 怎么还没吃饱啊 肚子饱了 眼睛还饿呀 你在蝙蝠洞不是说 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我说过吗 我说过吗 你忘了 在他方的大岩石下面 说有什么话要说 好像是说 田秀姑什么 我是开玩笑的 真的开玩笑啊 真的 快走吧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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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儿啊 爹要出门一趟 你在家好好看家 爹 您要精神打猎啊 不要瘟了 你啊 好好看家 好好看家 爹 爹 爹 黑牛啊 怎么回事 这小子叫眼滚 说是咱们的眼线 给您送情报来了 好 爸也好 爸也好 年鬼 有什么情报吗 昨天下午咧 有十来个解放军 路过我们家 还吃了饭 哪部分的 这个我没敢问 不过 他们吃饭的时候 我好像听他们说 是蝙蝠洞方向来的 我就知道钻山豹在吹牛 什么消灭蝙蝠洞 共军三百余人 牛皮都吹到天上了 他们是什么打扮 有几个穿的是解放军军装 其他的都是便衣 用的什么枪 有两个挂的是手枪 对了 还有三个旅兵 还有三个女兵 那个挂手枪的肯定是当官的了 那三个女兵当中 还有个受伤的 看样子 向苗家山方向来 那会不会是阿西苗苗呢 这个我不太清楚啊 好像是我没见过阿西苗苗 挂手枪的说不定就是县长 或者是县大队的队长啊 漏网的鱼才是大鱼啊 燕棍进来的时候 有没有人看见 没有 爹 刚好我在门口查岗 听兄弟说他要见你 还不能让别人看见 按规矩我就用黑布袋给他套上了 你做得好 你做得好 保护好眼线 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燕棍 好样子 以后有什么情报 及时向我报告 知道了 王爷 知道了 王爷 黑牛 爹 送盐滚出去 还把那黑布套套上 另外 我给他十块打烊 谢谢王爷 谢谢王爷 请报兄弟 我的枪呢 在我这里枕头下面不许放枪 这是什么东西 你不要乱动我的东西 这可是我的护身符 而且你知道吗 我这个宝贝啊 可是剑官大三级 什么意思 这是钟正剑 在黄浦军校的学生里 立了大功当了将军的 委员长才会赏赐一把钟正剑 这可是国君嫡系的象征 懂了 就是皇上赏赐的上方宝剑 那是权力 我这可是荣誉 那就是皇上赏赐的黄马瓜 真是要命啊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怎么还满脑子的皇上 逼死逼死啊 从现在起 我脑子里没有皇上 只有江委员长 好不好 快起来吧 昨天有几个代表 因为生病没有来 今天我陪你去拜访他们 你要注意 握手 不要太用力 喝茶的时候不要呼噜呼噜响 知道了吗 我知道 一定要文明 文明 爸爸 早上好 哎呀 报司令啊 你这身打扮我都没认出来 我还以为是文蜜科新来的文蜜 简直是个小白脸哪 哈 死丫头啊 这肯定是你的主意吧 怎么样 是不是很文气很清明啊 哼 我看呐 报司令 穿上你送的新皮鞋 恐怕连路都不会走了吧 那就要总司令多引导 由你领着他的路就好走多了 报司令啊 我看你呢 还是传军装比较合适 去吃早饭吧 你先去吃吧我马上就来了 爸 爸爸刚才好像是话里有话 听出什么了 我觉得钻山报当县长很合适 不知道爸爸怎么想 我看这个县长还是让田大榜当比较好 田大榜 他不像县长 看上去更像宝长 丫头啊 看事情不能看表面 田大榜虽然又老又丑 可是他在乌龙山的根基很深 人头也熟 他手下的人马最多 如果不把他安排好了 恐怕我们在乌龙山上 连睡个安稳觉都睡不好啊 爸爸你说的也有些道理 可是我已经答应钻山报了 如果不让他干活 我怕他会炸菜 丫头啊 有你这个好骑手在 还怕这批野马撒野吗 那我怎么跟钻山报交代呢 你跟他说 这个县长不是好当的 这个县长就好比坐在了火山口上 解放军是不会放过他 枪打出头鸟 这个道理他不会不多 你告诉他 等打下了长沙和长德 有的是官给他做 空头支票对他不起作用的 这要好办 就先让田大榜当一年的县长 然后再把他调走 让钻山报当县长 这样做还能掩人耳目啊 报告 包司令让我带话 他回湘西银行了 早饭也不吃就走了 他说这里的早餐清淡如水 他要回去跟弟兄们一起吃香的喝辣的 我看是我这两句话把他给掖着了 丫头啊 你去 好好安慰安慰他 别让这匹野马出事 是 四小姐早 总司令 总司令 田司令啊 这么早就来了 老话说呀 早起的鸟有虫吃 这是什么呀 我怕总司令被子薄 半夜再冻着 这都是已经五月的天了 还能冻着吗 千里送额毛 理清情义重 让总司令见效了 来吧 田司令 请坐吧 卑职告辞 田司令 老外 土匪就是土匪啊 送礼的方式都跟别人不一样啊 老外 发财 六名 快出啊 报司令 四小姐 你怎么不辞而别 给四小姐搬个凳子 是 说好要去拜访代表 你怎么还有心思打麻将 给四小姐端茶 是 你信不信我当场歇你的麻将竹子 你信不信 我当场脱了你的裤子 过来 酒量 你来代替报司令的 我跟报司令有重要公务商业 这 报言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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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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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气了 生气了 哎呀 我是个大男人 在我的弟兄面前 你要给我点面子嘛 我是他们的老大 你要是真的掀了我的麻将桌 我以后还怎么当老大呀 如果刚才我真的要是掀了你的麻将桌子 你真的会 当众脱我裤子吗 笑什么笑说话 好了 你不是说要去看代表吗 走吧 等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不听着 总司令的意思 是让田大榜当县长 我早知道他看我不顺眼 不是看你不顺眼 他这也是为了你着想 先当副县长 兼保安司令 是啊 让我给田大榜当座殿 还给他看家护院 他当我几岁了 三岁 是 你先别急 听我说完 总司令已经答应我了 让田大榜先干一年 你再接班 我来的路上也想过了 总司令看中田大榜 就是因为他的人马最多 你先当保安司令 然后在这一年里 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招兵来哪 等你成了乌龙山真正的老大 田大榜这县长宝座还敢做呢 你咳嗽一声 他就得乖乖地把位子让给你 哦 先让他高兴高兴 我再来个半猪吃老虎 对吧 就是这个道理 屁个道理 这次要让田大榜当上县长 你打的这个如鱼算盘 他会想不到 他肯定会掐住我的脖子 自古胜者为王败者扣 田大榜当了县长 他就是庄家 做庄的搞鬼 可以大杀八方 他能让我打着他的旗号 招兵买马 做梦 别的先不说 就凭八县领节下的疙瘩 他当了县长 绝不会有我的好果子吃 龙司令啊 你喜欢天花骨西 在我们这儿有一句俗话 叫做 吃席就吃流水席 听戏就听花骨西 好啊 等长沙光复了 我请你到湘江大戏院 咱们听上个三天三夜 光复长沙 这个我连想都没敢想 怎么 龙司令 对党国光复长沙 没有信心 总司令您知道 湘西这个地方 山高皇帝远 我们这些人 在大山里面还能折腾折腾 真要是出了大山 龙司令 你既然那么没信心 为什么还要这么积极的参选县长呢 总司令 我从来没想过要当县长 要不是您让我们驻守县城 我早回我的石城老家了 嗯 金窝银窝 不如自己的狗窝 那是 那我问你 三八子是你的手下吧 是 他派人到钻山豹和田大宝那儿 花钱拉票 挑动他们窝里洞 有这事吗 谁说的 这程兴给我抹黑 往我脸上泼西胶水呀这是 龙司令 你派去的人都已经招了我 这一定有误会 我要查 查到底 我要查清楚这件事 龙司令 你知道吗 近年来 国军对共军作战屡屡失利 主要原因 就是内部派系斗争互相拆台 这一次 国防部下了死命令 如果再发现窝里洞 龙司令 你干的这些蠢事 如果让上风知道了 恐怕 总司令 我一个小小的龙胡子 也就是您高看我一眼 台湾国防部 他们知道我是谁呀 龙司令 你在背后搞别人的鬼 别人也没闲着 已经向我告发了你 说你的双枪兵 只顾烟枪不顾钢枪 有些人 甚至拿国防部空投下来的武器 去换大烟土 你的这些手下 是太不像话了 我要把台湾空投下来的武器 全部收回 总司令 您可千万不能收缴我的武器 您知道 我们这些人 有枪便有路 没枪便没命啊 您这 一定要放我一马 总司令 您等一等 这是 原情花 价值连城 就算小的孝敬您了 您放我一马 今后 我一定为总司令您马首示战 龙司令啊 我可以考虑 不过 我今天来 是要跟你商量一件事 你说 你让你的代表 这回 投田大帮一票 让他当宪政 是 若司令 本司令是不会亏待你的 到时候我跟田大帮说 让他拿出几个镇长 乡长 村长 给你手下的弟兄 你看如何 一切听总司令的 那好 这件事就讲定了 等长沙光复了 我请你去听花鼓戏 总司令 这个 雁品 天大帮 你这个老子 让我 在这地无人现眼 你这是带我去哪儿啊 到了你就明白了 长官好 长官好 这是哪里啊 这里既是你的办公室 也是你的书房 那里面 就是你的卧室 我的 这里原来是国民政府县长的办公室 共产党来了以后就变成了 县农民协会主席的办公室 从现在起呢 你就住在这里 在这里接待各界代表 相信银行就不要再去住了 免得一身土匪习气 洗都洗不干净 他也就是 他也要去做 他不去做 健康 是原来党国县长的秘书 年纪轻的叫黄高中 是县长的司机 共产党给他们两个判了刑 所以在政治上 他们是很可靠的 他们会教你 应该怎么样做 才像一个县长 一个师爷 另一个呢 是跟班 行 用得着 还要记住 你现在已经穿上中山装 插上钢笔了 以后不要动不动就掏枪 还是这个管用 真正管用的是这个 还有这个 把他的家族背景 和社会关系都记下来 黄莫文 太叫端神宝 这个钻山豹 它可是黄家的长皇长孙 而黄家是黄八县的大家族 民国成立的前一年 三岁的钻山豹 被土匪绑票撕票了 这件事我小时候听人说过 当时闹得挺大的 这个钻山豹 比你小两岁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这个钻山豹 什么 等材料都记熟了 就去黄家祠堂 当年的钻山豹没有被撕票 而是被土匪收养了 如今长大了 所以回来认识归宗 要老子就给黄家当孙子 想当大爷就要先装孙子 现场选举 我爸爸定了十个民意代表 其中七个姓黄 都是皇室家族的投面人 如果他们知道 你就是当年那个 被土匪绑票的钻山帮 肯定会投你的票 这招厉害啊 黑骨掏心 行 抓紧时间备熟 晚上去皇家祠堂 看什么看 滚进来 给大人请安 这是我们新来的书记 彭飞同志 来 大家欢迎 我刚和陈政委 参加了地委和军分区 召开的紧急会议 我传达一下会议精神 解放大军 解放湖南全境之后 两个军的主力部队 开赴川东 进行新的战役 原国民党军 解放前夕在长沙起义的部队 其中一部 前不久突然翻水 我军留守湖南的部队 进行紧急围剿 使得部分偏远地区 兵力薄弱 境内外 敌人啊 以为有机可乘 趁机作乱 那情况看来 土匪实力还很大呀 我们吃了大亏了 香气的情况 尤其严重 鬼缩在深山的土匪 纷纷下山 疯狂反扑 占据了 二十二座县城中的 十一座 我们的各项工作 陷入了暂时的被动 是啊 我们的县城 已经落在了 土匪的手里 我非常对不起老百姓 书记 还有政委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夺回来 上级指示 县大队和主力部队的 各剿匪小分队 要坚定信心 坚持战斗 等待主力部队 完成川东作战任务后 返回湘西 剿灭完敌 我们的任务是 以苗家山为战斗基地 尽快掌握 盘踞在黄巴县城的 土匪部署和动向 那些人 所以我们的任务 很繁重 请在座的诸位 记住我们繁重的工作 还有假把劲 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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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a 啊 lli 就 咱这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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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长大人 莫文在此给各位请安 这么说 你真的是黄莫文 当然 那可否脱下上衣 让我看看肩膀 我来摸摸看 慢 这男人的身体 只能女人摸 男人摸可不行啊 不让摸 那肯定是假的 组长大人 可否借一步说话 好 请 请 组长大人 包司令官拜少将 为何要冒名顶替 皇家祖上 出过五任副宣长 组长大人 想不想当第六任副宣长啊 六六大顺 大吉啊 老朽 老朽倒是愿意成全包司令 可是 重口难调啊 另外那六位代表 全部当局长 一步到处 就当警察局局长 莫文贤职 果然是皇室裁俊啊 老朽一定说服皇姓代表 到时候都投你以的票 好 好 莫文我真是沾了祖宗的光啊 那么组长 我就多谢了 莫文贤职 这论辈分 我是你的小爷叔 以后啊 你就叫我小爷叔吧 叫你小爷叔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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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是我小爷叔 不敢 真的是我小爷叔 小爷叔 豹爷 你们怎么来了 豹司令 我还有事情 先告辞了 好好好 你忙 告辞 你们怎么回来这里 我去信政务找您 听说您在这儿 特意过来保护豹爷 我没事 我让你去湘西银行守着 豹爷 地下金库打开了 找到什么了 没有金子银元 只有半箱子共产党发行的纸币 那有什么用 都是银行回收的那些破损邻超 没关系 反正老子找到金矿了 找到金矿了 是啊 哎 这个女人 比金矿还贵重 从今以后啊 都要把她 看高一眼才行 嘿嘿 我来了 回来了 啊 谈谈怎么样 没问题 哎 这给你的 哦 我去拿杯子 哎 拿什么杯子 我今天心里痛快 吹喇叭 你这个学生还不错 哎 今天晚上我留下来陪你 不行 喝完酒回去看书 整病 教官 现在苗家山有不少人在黄巴县城做生意 今天跑回来两个告诉我 这些土匪打进县城的第一天还在到处抢劫 不过到了第二天 街上贴出一道公告 湘西反共救国军的总司令陈子贤发部 禁止他们在城里面打劫 并且开始搞选举 要选县长 候选人居然是田大榜 龙胡子和钻山豹 都是我们的老冤家啊 土匪初步告禁止抢劫 又开始选举县长 这说明田大榜龙胡子 钻山豹这三个土匪 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只知道打打杀杀的原始土匪 而是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和政治目的的土匪了 我同意刘玉堂同志的看法 马上派人去县城侦查 尽快掌握敌人的部署和动向 怎么了 大头领 你不开心了 我问你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大头领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呢 不 我是一个窝囊的女人 不 大头领 你可别这么说 你真的 你看 我跟刘玉堂都成亲了 也是一个有男人的女人 可她却不要我 我到现在也弄得不明不白 她为什么不要我 大头领 姐妹们都为你抱不平呢 大头领你放心 我这就去把那个没有良心的男人给你找来 淼淼可以进来吗 请进 淼淼你看 我给你送好吃的来了 这是什么 这是我特意跟老乡买的老母鸡 喝这个对你的伤口特别好 我让田小姑给你炖了鸡汤 潮花 你笑什么 到底是两口子呀 这么体贴 潮花 你别乱说啊 好 好 我不说了 你们两口子慢慢谈吧 好 好 湘湘 淼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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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花说的那个意思 其实不是我 不是 对不起 我不是那个意思 柳玉堂 你跟我是拜了糖进了洞房的人 你怎么就不承认呢 淼淼 我很感激你 谢谢你救了我 可是 感情的事 我知道 你心里还在惦记着死丫头 不 我其实 我心里早就没有她了 算了算了 你不用跟我解释 我也不是一个死缠烂打的女人 你走吧 我不想看到你 好吧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我先告辞了 你orman 我先告辞了 能不能新闻 你再突然 你又再由美国 演唱坡 现在年的节哗 你需要再次去 我觉得有一位 有那么还是 coffee 谢谢大家